職工大哥展現俐落的刀工 這樣的熟練度是靠著每天做菜訓練出來的 新北市永和區的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相當照顧老人家 每天舉辦銀法共餐邀請長輩來吃飯 協會理事長邱秀蘭表示 真的很感謝志工們願意配合 也謝謝新北市政府的習食平台 為他們節省不少經費 每日的共餐才能順利舉行 真的我很感謝民權社區的所有的志工們 每天排班 我們每到的佳餚 我們都沒有請任何人 都是架在我們所有志工裡面的身上 他們每天都會想出他們每天的佳餚 而且每個禮拜重複的菜色非常少 那當然我跟總幹事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每一次為了備菜 都要絞盡腦汁了 去備不一樣的菜色 讓所有的長者能開心使用 這些志工都是社區內的大哥大姐 雖然都已經六七十歲了 還是每天都保持活力 一早就來廚房報到 志工們表示 在協會內就像個大家庭 大家互助合作 讓生活更充實 也肯定邱秀蘭理事長的用心經營 我每天都八點半多來 我來就是一些菜拿出來給那個助工挑菜 挑一挑那我就差不多十一點我就準備 西米煮那個煮飯了 差不多快要十一點就開始煮菜 我們每天來這裡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是社區的 社區的年長的這些社區的朋友們 長者 是我們來這裡都是很開心的在做 也是我們理事長帶領我們 這文武都有啦 雖然只是簡單的一餐 但來吃飯的長輩不少 而且要每天舉辦 也需要經費跟人力的允許 所以民權社區發展協會相當不簡單 有這些熱情的志工 才能讓更多長輩願意走出家門 來社區吃飯交朋友 記者張瑜科 新北報導